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件事 15岁的彼得二世染上天花后 被大臣逼迫在床上完婚 死前的眼神 简直和他爷爷彼得大弟一样 到死都没有瞑目 而这一切都是全臣克鲁夫主谋的 他打算在彼得临终前 把自己女儿嫁给他 然后趁机把女儿推上皇位 那么他自己就是太上皇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克鲁夫为了权利 可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放过 他女儿万般不愿 可是这位父亲可不管女儿答应与否 二话不说直接给女儿戴上了他 并命令他与彼得完婚 之后一群人就围在彼得身边 而此时的彼得已经奄奄一息了 随时都有可能暴力 克鲁夫才不管彼得怎么样 直接下令让属下给他戴王冠 而他女儿同样跑不掉 他女儿眼神充满了恐惧 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父亲要让他嫁给一个将死之人 或许是幻觉 彼得看见白色婚纱时 竟把克鲁夫女儿当成了伊丽莎白 但看到身旁人是克鲁夫后 他才缓过来知道伊丽莎白不在这里 随后就嘶吼了万尼亚的名字 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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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 面对这一幕 万尼亚也深感愧疚 彼得与她是从小的好兄弟 但奈何这一切她父亲是主导的 没过一回 彼得二世彻底离开了人世 克鲁夫本以为要大权在卧室 然而这一切都是她的幻想 想争夺大权的人可不止她一人 舒密院许多的大臣都想大权在卧 由苏公爵和奥斯特曼 可不会让她一家独大 作为舒密院的元老 他们手上还是有一些实权的 舒密院一众长老 根本不想克鲁夫一家独大 你和我好好的同事不当 竟然想爬到我头上当我老板 那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经过舒密院长老决定 下一任皇帝 必须是一个好掌控的皇族血脉 而且还要签订服从舒密院的契约 也就是说天大地大舒密院最大 很快他们就确定了皇位人选 就这样安娜一世登上历史舞台 而她的皇位绝对是一个偶然 谁能想到一个街上提着大王 满口脏话的女人 会是诺曼夫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吗 而她也只是彼得大帝的侄女 论血脉的话皇位无论如何不会轮到她 但在由苏公爵府 奥斯特曼已经开始商量 如何让安娜一世签订服从契约 巧的是这一切的谈话 正好被瓦诺夫听到 很快伊丽莎白就得知事情经过 伊丽莎白知道如果安娜当上皇帝 最终的下场一定和彼得二世一样 那些全臣内心在想什么 伊丽莎白心里很明白 所以现在必须阻止安娜签订契约 于是伊丽莎白就写了一封信 想要提醒安娜全臣的谋话 很快伊丽莎白就派侍卫前去送行 但三个侍卫比较倒霉 他们在半路上就被山贼劫持了 虽然侥幸逃脱 最后还是被官兵当贼给抓了 但其实他们去送信与否 现在都已经晚了 书密院早早就派人与安娜签订了契约 面对皇位的诱舞 不管是不是傀儡皇帝 至少能让生活好起来不是吗 面对天上掉下的线饼 安娜自然答应了他们 另一边 三个侍卫被押韵过程中 他们可不想坐以待 借助人群掩护 伊丽莎就逃离了官兵视线 但他们在逃跑的过程中 刚好遇见了醉酒的万尼亚 而万尼亚的钱包 正好被一个小贼给偷了 虽然三个侍卫不待见他 但正义感让他们还是出手了 小贼被轻松解决后 四个人最终选择喝瓶喝酒 之所以万尼亚要买醉 是因为他愧对彼得 自己的好兄弟临死前都在怨恨他 越说越愧疚 于是万尼亚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彼得大帝的遗诏还给伊丽莎白 他要帮助伊丽莎白 夺回属于他的皇位 但伊丽莎白的夺位之路能够顺利吗